深地工程是我国地球深部探测领域的重大工程 它的任务就是把深深埋藏在沙漠下数千米的油气资源钻探出来 中国石化深地一号越近三杠三井 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沙亚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 是我国深地工程重点油气项目 经过177天的钻探 井深达到了9432米 刷新亚洲最深井记录 那今天深地一号越近三杠三井即将进行油气测试 下面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通过特殊的视角 从天到地看亚洲最深井 穿越九个地层进入油藏的最深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阳一加記者 杨阳一画 深地1号越近三杠三井深9432米 这一深度刷新了亚洲最深井记录 为我国进军万米深地探测提供了核心技术和装备储备 那此刻我们的总台记者谷俊领就在越近三杠三井现场 马上来连线他共同见证亚洲最深井油气测试的情况 俊领你好 现在现场的情况怎么样 预计什么时间开始测试呢 好的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就是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的越近三杠三井 那么在我身边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纵横交错的红色黄色的这些管道 包括我身后还有这些银色的大罐子 那么他们就是专门为了这次从地下9432米深处的油气 专门为他们而准备的设备 那么刚才工作人员也提醒我了通知我了 就是说来自地层深处的这些油气现在已经抵达地表了 那么他们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我们一起来问一下 您好 这个正式的油气测试大概什么时候能开始 测试工作已经准备就绪了 马上就要可以开井测试了 就是随时可以开始 是的 但不打扰了 祝您顺利 好的 报告总指挥 越境三杠三井 四油测试工作 准备就绪 请指示 开井 收到 好 工作人员已经准备开阀了 阀门开动 好 这个阀门一开动呢 我就听见这个管道里已经有那个气体流动的嘶嘶声了 那么我们专门还为这个这一次这个气体的这个验证呢 测试准备了一个喷火点 我们把镜头切换到这个喷火的位置 我们看到这个引火的火苗已经找起来了 那么这一次到底会不会有天然气喷射而出呢 让我们静静的等待 好的 点火成功 我们看到橘红色的火苗熊熊的燃烧 冲去了整个屏幕 这证明了这口亚洲最深井 它的这个油气呢 地下的油气呢 是有的 好 我们看到这个火焰喷射的强度呢 还是比较有劲的 这也证明了这个储量呢 应该还是比较丰富的 为了保证对周边的胡阳林不受影响呢 对环境不受破坏呢 我们还特意为这个着火点呢 准备了一个挡上的这个隔挡 可能很多朋友有一个疑问啊 就是像这样的这个油气井 它为什么打上来的气一定要烧掉呢 因为这个油气井 它不光是有油还有这个气 那么这个气主要是天然气 当然也包含了一些这个 硫化氢之类的有害气体 那么在正式的进入这个管道的之前呢 就得把这些气体燃烧掉 避免让这些有害的气体 扩散到空气中 对人体造成伤害 好那么有人可能会经常听说 这个原油呢是这个黑色的黄金 那么其实真正的原油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五颜六色的 我们看这个橙色的这个原油 它在我看来就像是一个橘子汽水 那么这个颜色稍微深一点的呢 就像是红茶的颜色 那么除了这种液体感呢 还有这种像奶油一样 白色的这种高体 这里还有这个几乎是颗粒状的固体的 这种像沥青一样的这个原油 那么毫无疑问 它拿去直接提炼沥青呢 是非常适合的 除了工作人员告诉我呢 就是原油颜色的深浅呢 跟于它对于它的这个 主要是因为它这个里边含有的胶质和这个 沥青质的含量多少 有紧密相关的 那么含量越多呢 颜色就越深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透明度非常高的 纯度非常高的这个原油呢 它已经和这个成品的汽油和这个柴油差不多了 应该说纯度非常高 好 那么 通过刚才的这些采集的这个油气呢 已经开始了 我们看到有些工作人员 已经在进行这个天然气 首批天然气的这个采集工作 实际上这个原油呢 比气体稍微慢一点 那么一口心井刚打出来的时候呢 前一段时间第一批到的主要是天然气 那么原油呢会稍微慢一点 可能会一到三个小时左右 那么我们再来问一下 这里的工作人员 那么通过刚才的这个情况 您判断一下这个亚洲最深井的这个产量大概会怎样 当前正在紧张有序的测试当中 具体的测试参数呢 还要等到两到三个小时以后才能出结果 根据现场的情况预估 这个产能产量还是非常不错的 好的 那么在这里向您和您的同事表示敬意 辛苦了 好的谢谢您 看来我还是着急了 那么此刻这个原油还正在往这个地面上奔跑的过程中 我们再稍微多等一两个小时 那么等到这个原油到了之后呢 工作人员把它采集分析之后呢 得到了最新的数据 我们到时候再为大家发来最新的报道 那么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天亮 我们也共同等待着最新数据的产生啊 好的 谢谢谷俊领给我们发回的报道 那刚才呢 我们共同见证了油气测试的全过程 可以说越近三杠三井所在的顺北油气田 是全球最深的陆地油气田之一 地质构造是异常复杂的 油气平均的埋藏深度是在7300米以下 部分油气资源的埋深 甚至是超过了珠穆朗马峰的高度 近年来呢 技术人员通过关键技术创新 实现了复杂超深层油气的效益开发 与开采浅层油气资源相比 隔着近万米找油气 勘探开发和工程作业成本相对要高得多 同时超深层油气开发 还面临着井下温度高压力大 以及如何在地层深处精准定位等困难 我们创新形成了超深层油气藏高效开发的 7要素的关键技术 8000米以升规模的储存 预测的吻合率能够达到90%以上 单仅的产能也由三年前的2.5万吨 能够提高到目前的8.2万吨 通过扫紧高产策略的实施啊 实现了我们超深层油气藏的高效益开发 在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下 顺北油气田发现至今 已连续6年实现重大油气突破 快速建成了一个百万吨原油 两个10亿立方米天然气生产阵地 累计油气资源超过800万吨 油气单位开发成本始终保持国内领先 为我国深层油气田效益开发 提供了关键核心技术和管理经验储备 为了绿色安全高效地开采出 胡阳林保护区下的油气资源 越近三杠三井的施工作业 不仅避开了万亩胡阳林 还刷新了亚洲超深层钻井水平位移新记录 通常认为石油钻井就像是打水井 垂直向下即可找到油气资源 但实际并非如此 越近三杠三井通过一种新型钻井技术 成功开采了三公里以外 胡阳林下七千米的超深层油气资源 我们在钻探过程中 创新形成大位移技术 钻头从5300米斜向钻井 成功钻取到距离井口3.4公里以外的油气资源 超深大位移技术 就像站在两米外喝豆浆 先将吸管插进杯子 再横向延伸 在地层下水平延伸3400米后 获得丰富的油气资源 这种新技术既有效开发了生态保护区的油气资源 又为生态保护区 地质复杂区等区域的油气资源 高效开发提供了示范 这种新技术的油气资源 这种新技术的油气资源